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一直蛮干 要稍稍呼吸一下 这点也蛮重要的 这点也蛮重要的 这个好像前面几集我有提醒过大家老师的一个教诫 就是说我们要习惯于向内观察我们的身体跟内心的状态 因为现代人常常有一种状态 就是他可能因为发了脾气 他可能因为焦虑 忧虑 他可能因为他承受到的压力 就是他心里累积的这些压力跟痛苦还有焦虑 其实会影响到他的身体 乃至于说让他的姿势本身就处在一种很不舒服的状态 他自己都没有觉察 因为没有向内观察的关系 然后这种身体处在一种不舒服的状态又没有觉察 然后又持续累积下去 这个身体的压力又会带来新的心理的压力 两个就会恶讯循环交互增长 所以平常要养成这种习惯 向内观察一下自己的身体还有内心的状态 要特别注意说 其实心理的压力会不知不觉造成身体的压力 然后身体的压力又会回馈到心理的压力 因为通常你在拜佛的时候也是一样 就像老师这边讲的 如果你拜不动 然后你根本喘不过气来的时候 你可以稍微喘一下 不要一直拼命 稍微呼吸一下 这是我们广论那个精进度里面讲的站止息力 那当然你休息前你心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意乐 说我稍微喘一下 我稍微休息一下 我是为了等一会能够发起更强大的精进 是可以这样子稍微调整一下 然后老师就说念 你不用拜的 你用念三十五佛也是一样可以灭罪 拜不动的时候就念 单单称明 撑拿摩宝放光如来 就可以灭两万节追障 那当然加上拜的效果会更好 但是你拜不动的时候 你至少念 念也可以灭罪 你可以选择站着念 跪着念 甚至坐着念 你腿已经发抖 站都站不住的时候 你再跪你就会倒下去 那你就坐着念 总而言之就是时时刻刻 你观察你的身心状况 你都不要放弃修行 所以老师说最重要的就是 念三十五佛 忏罪的心 这样就可以了 念三十五佛 忏罪的心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以前也常常提醒大家 因为起心都念都在造业 如果用譬喻来讲的话呢 有点像拍立德相机 你起心都念 都把你的相机按下去了 这样 好 那以前的相机是有底片的 不管怎么样 你按下去呢 就已经注定会有一张照片了 好 然后将来再去把它洗出来 那个照片就确定就出来了 这样 因为起心都念都在拍照 起心都念都在拍照 然后将来这个照片拍出来的是什么 你自己都得接受 这样 好 所以意识到我们自己过去 光是起心都念 就有无量无边的恶业和旷日行为 然后这个时候 你就要想到说 哦 忏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 所以老的这边讲说 最重要就是念三四五佛 忏罪的心啊 这样就可以了 不是说你一定要拜到晕过去 你才算结束 不是这样 因为师父也说不能蛮干 不能蛮干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理由 还有一点也常常跟大家讲 为什么老师 我们记得说 你称赏每一个佛名忏多少罪 你要牢牢的记在心上 这个其实就是帮助我们意念思维胜利的意思 所以以前我常跟大家讲嘛 你要慢慢练习 到最后每一半你都可以发起欢喜心 好 这个对世间人来讲 类似的经验一点都不难 世间人就拼命赚钱嘛 好 熬夜通宵不睡觉 如果能赚钱 他也很愿意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有好处啊 累一点没关系 他想要这样累一累 然后会得到更大的收获 赚到更多的钱 他就乐此不疲嘛 所以同样道理 每一半你就思维 能够颤掉这么多罪 好 然后累积无量无边之量 然后这又是师长的心愿 我又在做师所洗 我又把这个功德 回向给所有的众生的话 那个功德跟利益就会更大 好 那以前也跟大家讲说 其实十方诸佛都是共同法身 你称颂礼拜任何一尊佛 都称颂礼拜到 十方诸佛共同的法身 也就等于称颂礼拜到十方诸佛 那个颤罪的效果 比如说称颂宝宝方光如来 拜宝方光如来 的颤罪效果 我自己很清楚 按照教理来推断的话是 不只颤两万节罪障而已 好 因为已经称颂礼拜到十方诸佛 十方诸佛的颤罪加持 都会在这个时候显现 你颤的不只是两万节罪障而已 你这样听一听的话 你这样念一下 你这样拜一下 是不是就更有力气了 所以 每一拜都要累积欢迎心 就跟我们在世间 你怎么累 只要能赚很多钱 你都会拼命做 一样的意思 好 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刚刚讲的 师傅说的不能蛮干 你要观察一下 就是我刚刚讲的 心理的情绪 心理的压力 对身体造成了影响 造成了你的知识 不正确 不舒服 你还不知道 你维持这个不正确 不舒服的知识呢 又增长了你身体的压力 又回馈到你的心理的压力 更增长 这种恶性循环 一定要透过 向内观察去警觉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这个 无缘无悔阵型的部分 我这就要看 你不能再拨打 你不能再拨打 我就是这个 最后一会 是有点 你不能再拨打 我一直以为你 我一直以为你 把手机 我一直以为你